一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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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儿 没事儿了 我们之间的事还没完呢 一鸣 你说话 跟我聊聊天 一鸣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的身世吗 其实 我和你的父亲 你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但是 我做了巡谱 而你的父亲却加入了黑帮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你父亲的黑帮 开分脏眼 其实我已经知道 你父亲 已经要金牌洗手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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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探植 探植住了 西丞相 巡捕方也提前得到了消息 他们知道 你父亲他们 要开分葬宴 他们就要决定在最速分葬宴上 将他们全部抓获 到我们到这儿的时候 这里头一片残乡啊 我们发现你父亲 正要逃跑 我和蒋迅伯 就追到了悬崖边 站住 不要动 你父亲 陈寒 临死前将你脱雾给我 你别开枪 开枪啊 郑医生 陈寒 你冷静点 你想想你儿子 他已经决定要放下枪了 可常宣布 都人脱枪 不是 他俩一起调下了轩影 好 后来 贾寻伯 死在了医院里 而你父亲的尸体 他没找到 才后来 我就在衣柜里找到了你 告诉我 坚持住了 你说的这些 那跟我的身世有什么关系 我爹他到底死没死 他要是没死的话 他现在会在哪儿 我来这里也是这个目的 可 可是 我知道他可能不在上海了 火车已经改变了容貌 这次我让你来啊 我并不是为了要调查你的身世之谜 而是 而是那个江 江轩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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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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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